我们上节课的把那个方向 不同的方向 往朝上了 花瓣 还有朝下了 那么今天再画一个是正侧的 正侧的 侧面的 正着侧面对着你 那么还是画我们 离我们最近的这个花瓣 这是一个 然后再来一个 它是正侧对着我们的 比较侧面 比较侧 所以我们要注意 先把三个大花瓣画出来 三个方向的大花瓣 这边再来一个 好 这一个花瓣 然后再来 一边来一个 好 这三个花瓣 然后再去填它这个小花瓣 这边 都是先画中间它那个筋 画中间那个筋 白鹤花呢 比较寓意比较好 很多人喜欢 肉画 很多人喜欢肉画 寓意比较好 现在的品种也比较多 不光是白色的 它的花包 花茎 比较 大 这是一个方向的花 那么它的蕊丝呢 要加重 要浓墨 稍微浓一点的墨 浓一点的墨 因为它这个是侧面的嘛 蕊丝呢 就看不清楚 然后蕊头露出来 点几下 方向不要让它太一样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长的蕊丝 它的蕊呢 是这样的 我们的组合时候呢 要梳蜜 组合时候要有梳蜜 这样点它一下 点度 这样点度 然后这都是熊蕊 然后有一个瓷蕊 撑出来 这是百合花的蕊 这个方向又划完了 谢谢大家